行動不變不是一個罕見的問題 世界上超過六分之一的人 一到六十五歲就會行動不變 所以城市設計很重要 我住台北 應該就是所有都市裡面 對行動不變最友善的都市 在2025年 台灣老年人口比率將超過20% 也就是五個人裡面一個就是老人 先不說服務行動不變的軟體 我們來看看硬體準備好了沒 除非叫兩個猛男包抬上去 根本沒辦法在這邊上班 就算用猛男包抬進去 這些走廊也太小了 到很多公司的廁所 更是個難題 公司沒有為生臟朋友設計 那都市呢? 可以幫我嗎? 其實使用電輪椅的使用者 佔少數 多數行動不變者 長輩 是使用手推輪椅 想吃個蝦捲飯 如果換成手推輪椅的朋友 一定是更吃力和辛苦 這個椅子有點高 這樣吃飯有點不舒服 現在要去坐捷運到光好商場 買一個零件 電輪椅的Top Speed 比走路還快 大概是漫步的速度 但是 有一個小小擔憂 就是這種車 怕沒電 沒電的時候只能求人幫忙 但還好今天有攝影師阿德 跟我一起同行 你可以等我一下 好,等你一下 這條是名聲 但是我覺得 大馬路有一點不安全 我們試試看人行道 好多挑戰 目前都走得過去 只是感覺有點危險 但對行動不變者 這些都是很難過的關卡 先上個廁所好了 已經忍蠻久了 希望這個廁所是適合我的 有了 無障礙廁所不是隨便找都有 有時設計不良 根本進不去 沒辦法固定 這種設計只能坐著尿尿 沒想到坐著穿褲子好難 電梯難找 又比手複梯慢 也要禮讓真正的身上朋友 現在我的手機跟錢包都放在我的腿上 因為剛剛手機響了 發現拿不太出來 如果放在口袋裡面 可能需要幫我一下 如果沒有人陪我 根本不敢見光華商場 謝謝啦 這邊的門檻很奇怪 有些地方進得去 但出不來 很多店都進不去 但還是有方法 沒法進去用餐 只好帶走 好像要找別的入口 輪椅沒法上客運 那公車呢? 我還沒付錢 沒關係 你要不要倒著 我幫你倒著下來 謝謝 掰掰 剛剛那位公車司機很好 還沒有跟我收費 也沒有忘記我的站 這是最困難的挑戰 回家 老婆 嘿老婆 回家了喔 喔 沒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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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